嗨,大家好,我是Wennie妈妈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英文的音乐绘本 是由Kiss Read和韩国的JY出版社授权合作的音乐绘本 那这一套呢,总共有四本 那话不多说,我就先来开箱 让大家看一下这四本的歌曲有什么 首先第一本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叫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就是看到这画面上的小女孩 她走进丛林的一个冒险故事 看到了哪些动物这样子 第二本呢,是Up Up Up 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 它就在讲说三个小朋友坐上热气球 来一场天空之旅的故事 这一本呢,是A Hole in the Bottom of the Sea 它就是在讲海底有一个蓝洞 然后跟海洋生物 他们发生的一些奇幻的故事 最后这一本呢,是We All Go Travelling By 这个呢,就是一样 这就是一个坐上一个巴士 坐上一个车子 来一场感官的 神奇的旅行的体验 就是跟着这些小朋友 一起来一场旅行 好,那话不多说 我就先从第一本开始 一本一本的 带大家听看看里面的歌曲 那跟大家说一下 这四本,绘本呢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适合大概两岁的小朋友使用 怎么说呢 因为它其实是薄薄的 它不是厚直直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两岁以下 除非就是你小朋友比较文静 带着孩子点读 比较不容易会有一些大动作去撕书的小朋友的话 两岁以下是可以听的 不然我是建议两岁以上 你在选购的这一套会 可以使用的一年线会比较长 因为它这个是薄薄的纸本 这样子 但它的图案跟歌曲是非常适合 零到两岁的小朋友听 所以就大家可以振作看看 那我先点读给大家听 那我首先的这一套呢 是改版之前的 所以需要要有透过一个点读的贴纸 从这里当点读入口 那现在你们买的都会是新版的 新版的就不会有这个贴纸 就是可以直接点 你要就是点这个封面上的书名 歌曲名称就可以进入点读模式了 然后你点封面上这个 它会整首歌直接唱 或是呢它还有四个模式 就是翻开首页以后就会看到 哦它有四个模式 一个是歌唱模式 再来这个是朗读模式 跟这个是念谣模式 念谣模式就是大人讲一遍 小朋友讲一遍 非常有节奏感的一个模式 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旋律伴奏 就是当你这首歌已经 歌词都背起来很熟悉的时候 就可以自己跟着伴奏一起唱 话不多说我们就点读来给大家听看看 我是要点这个进入 然后我就点一下这个 然后它就会唱整首歌 我先给大家听听看它这首歌 非常的好听 很洗脑 小朋友们 verbal Speed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wave Whoosh, whoosh, whoosh Chasing after me Chasing after me Climbing in the mountain Climbing in the mountain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This Whoosh, whoosh Chasing after me Chasing after me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I think I see a crocodile Chasing after me Chasing after me 那因為食傷的關係 我們就先聽到這邊 那我給大家聽聽看 他朗讀的模式 When you hear this sound It's time for you to turn the page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然後我們來聽聽看 這個念謠的模式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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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 you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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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I see a lot 他的句子一直重複率 重複率很高 他的句型 所以小朋友很容易 可以就是 記得這樣子的句型 跟英文的語調 Chasing after me Chasing after me 讓我們聽聽看 伴奏的 純伴奏的 然後我們來點看看其他的功能 你看他點圖都會有 就會直接會唱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What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就是會唱這一頁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嗨 嗨 好 那我們來聽第二本 這本這歌我也非常喜歡 咦 亞生點這個 Walking through the jungle Let's learn the song 你看這個畫風 非常非常的奇幻 非常的美 很有異國風情 Race cars are fair 是不是很有那種 鄉村風的感覺 很好聽 這本非常好聽 這首很常當成我們家的晚安曲 要睡覺前會播一遍來聽 然後呢我給大家看一下他的音效 一樣也是 點圖他就會就是這一頁的歌曲他就會唱一遍 好 我們來看聽第三本 這套非常推喔 推薦給大家 想讓小朋友洗耳朵 又喜歡看繪本的 家庭 很推薦這一套 可以入手 好 然後我們點一下 他的句子 所以你點字 他也是會整句念 然後你點圖 他是會唱歌 每一頁都是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很推這四本音樂會本 為什麼會選擇這四本推薦給大家呢 不然 是因為 這四本的歌曲 是市面上比較少見的 不是非常常見的那種 大家常聽到的那種 英文兒歌 但是他這四首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非常好聽的 他是帶小朋友去 看海底世界 然後又去天上玩 那個一個天空的天空之旅 然後又在陸地上 所以包含了 大家有看到嗎 陸海空的旅行體驗 然後最後在一個非常豐富的一個叢林冒險 就完整了小朋友對 不好意思 對整個探險啊 旅行啊 各方面的元素的 的一些想像跟場景 非常 我非常推薦這一套 然後最後呢 我放這本給大家聽看看 我們一起去旅行 旅行 我們一起去旅行 我們一起去旅行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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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我們大家聽到的是不是很常大部分聽到的是那個 The Wheel on the Bus 那這首一樣 但這首跟那個是一樣是一個一個做一個巴士去旅行的感覺 但是他的歌詞跟歌曲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裡面可以學到的單字跟劇情也很多 你看他的插圖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細緻 很值得收藏 好 以上就是我推薦給大家的這次本市團購的KissReader的音樂會本 有喜歡的可以點擊下面的連結有團購的相關資訊 謝謝大家